作曲 李宗盛 國際集團 不用那麼..不用那麼久 不用那麼...不用那麼久 很難剪接啦 閉嘴 去 安靜 歡迎回到博恩音樂秀 接下來這位來賓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女演員 他演過很多電視劇、電影 今年更是入圍的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孟更如 哈囉哈囉 超級興奮的耶 終於看到本人了 你知道我每天都看到你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在光華商場旁邊 你賣的筆記型店 對對對 謝謝謝謝謝謝 廣告打蠻兇的 謝謝謝謝 啊對了 那個 我的新專輯要送給你 謝謝你 哇好開心 這是我今年的第一個聖誕禮物 真的嗎 對 你人緣好差 我人緣真的很差 聖誕快樂 謝謝感謝感謝 謝謝謝謝 梗汝最近出專輯了 對 這是第一張專輯 叫做 不可愛 不可愛 沒錯 裡面有六首歌 這是一張 算是迷你專輯 然後邀請很多專業的音樂人 就是金曲入圍場客 譬如說 呃 許哲沛 黃韻玲老師 呃 馬鈺芬老師 葛大老師 拉拉徐佳瑩等等等等 然後他們 幫我寫了不同的歌 然後收錄在這張專輯裡面 好 恭喜恭喜出專輯了 這首次都要來點掌聲啊 這個 該鼓掌不鼓掌 一個進場鼓掌燒酒 好好 大家其實以前會認識賀如是因為之前演很多電視劇嘛還有電影 對 為什麼今年會突然出一張專輯啊 呃說來話長 因為其實當歌手這件事情並不在我的人生藍圖裡 而且我其實是一個很容易卻場的人 就是如果是真的要這樣子跟觀眾互動我是蠻緊張的那種 對 現在雖然看不出來 因為我是演員 哇 還故意把燈亮起來讓你緊張 先不用先不用 大家還是暗暗的就好了 對 但是 呃 我覺得 這次有機會可以跟唱片公司合作 然後我自己覺得 欸 搞不好我不把握住這次機會 未來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你從以前就是一個喜歡唱歌的人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習慣用唱歌來紓壓吧 洗澡的時候 洗澡啊 洗碗啊 洗各種東西的時候都會唱歌 這張專輯為什麼要叫不可愛 你覺得自己可愛還是不可愛 我覺得不可愛就是一個噱頭 對 其實在討拍的 其實我很可愛 對啊 還沒有 但 謝謝 謝謝 我認同 我認同 但不是那種刻板印象的可愛 就是大家刻板印象可能就是那種 嗯 嘟嘴 或者是那種 講話一定要這種聲音 對 我屬於就是超MAN的一個不可愛 但是其實縱觀起來 很多人會覺得我很親切很可愛的一個女神 你不覺得可愛這個形容詞很像是 你不知道要形容一個人怎麼樣 說 欸她怎麼樣 她很可愛 對 不漂亮都會用 都會講說 欸其實她是可愛啦 對對對 就是很籠統 然後不可愛就是你很特別的感覺 言下之意是 沒有 就是你 哇 你很不像一般人 你是 非常 除淚拔醉的 謝謝 謝謝 很會凹 還好 還好 那最近 這張專輯其實是上個月嘛 11月的時候出的 對 然後 今天其實非常特別的日子 黃子叫焦哥 欸 這專輯是今天發行 對對對 你有在follow 對 蔡依林也是今天 喔真的啊 然後你上節目只宣傳自己的是什麼意思 喔 欸焦哥的新專輯呢是那個 Life and Life 欸沒錯 差點還講錯文字 那十首歌都是她寫給別人的詞 全部拿回來自己 就是重新唱 然後重新詮釋 我私心 不是老王賣瓜的推薦 她的十首歌都非常好聽 其實昨天 呃 跨日的時候 就是今天午夜的時候 我看焦哥直播 然後她說 就是 你們是不是專輯 在錄製的過程當中 會互相給對方一些建議啊 嗯 應該 情侶之間通常都會 分享生活 也對啊 對付自己要趕快練習 如果她今天不管我怎麼樣 她都只稱讚我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很容易自滿 所以其實還是蠻感謝她的 其實不只是她對你蠻嚴厲 你好像也對她蠻嚴厲的吧 她昨天直播說 你有一首聽完之後 你就說 這完全不是你啊 其實我不是這麼講的 你不是這樣講 她是這樣講的 聽完那首歌 我忘記哪一首了 好像是 她有講是哪一首嗎 好像沒有 反正就是某一首 你要爆料嗎 哪一首 能講嗎 我怕 可以啦 可以嗎 你不要這樣啊 到時候被罵又不是罵你 頂多我們剪掉 然後其實不剪 就是四首 四個字的一首歌 好 然後呢 聽完之後我就跟她說 你要我說實話嗎 這樣 她說要你要說實話 我就說 嗯 我不喜歡 我覺得不好聽 於是她這首歌就重錄 全部進錄音室重唱 我覺得蠻打擊她的 但是她也是蠻願意聽我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也是顏世出高途 對歌唱也是 我明明不是什麼歌唱的前輩 但是我覺得 還是很直接的跟她講我的感受 彼此好嚴厲喔 可是我覺得 就像人家說朋友 要說真話的才會是真正的朋友 對 可是你們是情侶欸 也要說真話啊 喔真的喔 就變胖 就是你真的很胖欸 就 一定要講 所以你不是那種 她沒有稱讚 然後你就會鬧脾氣 會 會 就還是希望被肯定啦 但是 她說了真話之後 最後還是要說 你一定做得到的 那我就可以接受 喔 還是要加這一句 對 還是要有一點鼓勵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對對對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一下 你剛剛有說 好像不在計畫之內嗎 你覺得 演戲跟錄一張專輯的差別是什麼 因為演戲 一部戲裡面有非常多演員 如果你今天收視率不好 或是你今天電影的票房不好 你就會說 欸 是他沒人氣 就好像不用自己扛 可是當歌手這件事 如果你不是一個團體的話 你出去就是單打獨鬥 然後 像 我前陣子辦 簽唱會 簽唱會的時候 你就是只能靠自己一個人 就是如果下面的人很少 那就是 也是你自己扛 然後很尷尬 你也得自己化解那些尷尬 我理解 我理解 可是你粉絲很多啊 不是那方面 對 你有曾經下面人很少過嗎 多少 我想說 沒有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簽唱會 所以 先打個預防聲 那是我第一次 現在是什麼意思 沒有 所以幾個人啊 欸 結果那天去人還算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 非常感謝 現在我不會再辦第二次了 真的太恐怖了 為什麼 到底恐怖在哪 因為大家都是粉絲啊 大家都支持你啊 因為 像你今天請的都是林彥 但是我那天就 咱們不是 你們開心什麼啊 但是我 因為我就 我沒有那個臉皮請林彥 所以我在台下就是 真正 真正的人 那如果他不來 就會不來 那我 我那幾天知道 我要辦簽唱會之後 我心 壓抑是 就心臟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嗯 就是 萬一真的沒有人 我到底 就算只來三個人 我能說我 我上台不唱了嗎 不行 你還是得唱 你就當場架一個蓮蓬頭 然後假裝自己在洗 然後洗澡嗎 對對對 然後可以唱歌 謝謝 好 對不起 那個 最近幾年 焦哥都會在 那種很大的典禮 然後公然放散 他是不是 好幾年前 就已經 有類似求婚 啊 對對對 在 他用一個很浪漫的句子求婚 說 要不然我們婚 趕快結一結 我覺得這句話很不負責 因為他沒有說 他應該要說 把婚結一結 好不好 他有個問句 他就說把婚結一結吧 然後就走了 喔他是用把 對對對 甚至沒有問你的意見 那我想說 欸我也還沒回應啊 搞不好我說先不要 對 就他也沒有 問我的意願 所以你會把那個 視為求婚嗎 還是那不算 其實我覺得 有點不算 因為 我覺得大家的求婚的 步驟 最後都會說 你願意嗎 都會有個這樣的詞吧 他不會說 沒有 我覺得 你嫁給我吧 我覺得那是 非常完美的一個求婚 為什麼 他幫其他人的標準都拉低了 所以 我身為男生很方便 你確定 對 有有有有 有有 有有 但是 但是在我 心裡那一次 真的不算真正的求婚 所以後來 他可能也心裡知道 就有補求第二次 喔真的 在公開上嗎 還是私下 沒有沒有私下私下 喔 但是 但是新聞有報啦 嗯 那未來規劃 你現在出了 第一張專輯 然後你說簽唱會 不想再辦第二次 真的不想欸 那個真的 那唱片會想要再出第二張嗎 你覺得這張好玩嗎 呃 我覺得 一開始 不好玩 一開始不好玩的原因是 我其實 對自己的要求還蠻高的 所以 那個壓力大到 我覺得沒有辦法承受 嗯 但是 這段時間宣傳期 到後來 就覺得 欸好像 其實也蠻能適應的 然後 站在舞台上的感覺也 不太一樣了 就是真的比較能享受舞台 而不是只是 就是單純的緊張而已 所以如果未來有機會 要再發第二張的話 你要深探一口氣 我還是會再考慮一下 啊 裡面有特別討厭哪一首嗎 是哪一首讓你有感覺 壓力特別大 嗯 應該是 徐佳穎寫的那首 我不可愛那首 他那首歌的音域太寬了 我有時候在台上唱 我會有點害怕 萬一突然這樣 啊 然後就大破音 我會 所以 我就會 趕快跳下舞台算了 那個是 心理壓力大 但是 我很喜歡那一首歌 只是我覺得 自己的能力 好像還沒有辦法 非常完美的 把它詮釋出來 哇 非常委婉的講法 對對對 你其實唱到說 你才不可愛 你寫什麼歌 我沒有 歌才不可愛 她說的 沒有好好好 那 其實因為今天這張專輯 叫做不可愛嘛 嗯 那 想要玩一個遊戲 嗯 因為我們節目 會玩一些非常無聊的遊戲 嗯 我們今天要玩的這個遊戲 叫不可愛動物區 嗯 那我們即將步入一個 非常不可愛的動物區 裡面有很多動物走來走去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翻一張牌 上面有一隻動物 然後我們要輪流出題給對方 說 形容這個動物的 某個部分 到底多不可愛 這個遊戲沒有輸贏 就是越快打出來越好 有人在計時嗎 等一下 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任何規則 就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每個人都是贏家 你先好不好 好 我先開個頭 我先跟耿如 步入了一個不可愛的動物區 首先我們看到的第一隻 我們看到了一隻天竹鼠 它的肚子很 像賀龍的 賀龍的什麼 的額頭 很不可愛吧 很不可愛 超級不可愛的 他們為什麼笑成這樣 不知道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繼續在不可愛動物區走 然後接下來就看到這一隻 秋瑩 秋瑩的味道 聞起來很像 放了 七七四十九天的 排骨 酥便當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是這樣玩的嗎 欸 是是是 他們沒有笑 不用理他們 好 接下來下一隻動物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一隻 綿羊 他的鼻孔 裡面裝了一個 山頂洞人 欸 為什麼 我不懂 我不懂 那個 你們笑還不笑的標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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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可以懂的 就是 遊戲沒有任何意義 就是這樣的 山頂洞人的旁邊 有一隻迷你馬 嗯 迷你馬發出了 叫聲 聽起來像是 花兒四周都會圍繞綠草 島的身邊總有一座里島 好奇怪的迷你馬 超級奇怪 這邊打一下歌 趁機打歌的迷你馬 太好了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看到了一隻 家裡常常會出現的貓咪 牠的尾巴 長在牠的額頭上 為什麼 沒有道理啊 這是不可愛 動物區 所以牠們都要夠不可愛 才住得進去 好 好 最後一題 那 看過這麼多動物之後 我們決定要離開 這個奇怪的地方 但是在出口的地方 發現了一個 山老鼠 牠很生氣大聲地叫說 我剛剛 大便 的味道 其實還蠻香的 好 我們今天 應該是不會用這一段了 等一下 這遊戲真的太難玩了 反正節目要收了嘛 沒關係 等一下 就是 人生嘛 好沒志氣喔 對 你覺得剛剛這個遊戲跟你第一次簽唱會拿個比較慘 我覺得這個遊戲比較慘 遊戲比較慘 那太好了 永遠有個低標 我很少就是做一段就是 這麼不好笑的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的最後呢 因為 呃 格瑞來到現場 是不是可以為我們帶來其中一首歌曲呢 喔 可以喔 我想為大家帶來一首 慢歌 會不會很煞風景啊 不會不會 但我就是帶來慢歌沒辦法 哈哈 好的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 孟格如帶來這首 如果不記得 加油 遺憾總是眨著眼睛 叫什麼 想要忘記越來越難了 可想起一個人會越來越簡單 把我丟進漩渦 如果不記得 心去過什麼 我努力不被別人看到笑多苦澀 騙了你有多難得 騙自己才能呢 許願還漂泊 但時間還淹沒 如果還記得 剩下了什麼 一個人不敢停下忙碌的生活 黑夜白天 兩種顏色 做成寂寞 眼淚又被溫熱 沸騰 起落 早已習慣寂寞 還在等什麼 你的名字越念越堅寞 可你的輪廓 卻能越來越完整 不曾不曾失去 顏色 如果不記得 失去過什麼 我努力不被別人看到 我努力不被別人看到笑多苦澀 騙了你有多難得 騙自己才能呢 去人 去人海漂泊 等時間還淹沒 如果還記得 剩下了什麼 一個人不敢停下忙碌的生活 黑夜白天 兩種顏色 做成寂寞 黑夜白天 兩種顏色 做成寂寞 如果不記得 失去過什麼 我努力不被別人看到笑多苦澀 我努力不被別人看到笑多苦澀 騙了你多難得 騙自己才能呢 去人海漂泊 等時間來淹沒 如果還記得 剩下了什麼 一個人不敢停下忙碌的生活 曾經太多 甜蜜苦澀 我還記得 謝謝 如果不記得 謝謝 謝謝 掌聲謝謝我們的孟耿如 謝謝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來 最後一集了 謝謝 開心 也要說 passt